我这样的年纪 在面对自己的生命未来 没有任何限制和拘束的时候 想做的就做 我能说的只是权利以赴 我会上阿姨跟我父亲 就是从很久以前就认识 那其实不管是张岛或者是会下来 都非常照顾很遗憾 对张岛这么的年轻就离开 最后一次部分其实就是在 他们有一个去年 有一个展览 那个展览其实也留下很深的印象 因为张岛他就亲自带我 就去看他们每个作品 可以深深感受他对这一个创作 跟这个媒介 他的热情跟他的坚持 今天能够来啊 就是觉得在我们演艺圈 陨落了一颗非常闪亮的星星 以及我们在我们艺术界里面 所以我们在那边希望他能够 入郝州 也希望他的风范能够藏留在我们的心中 谢谢 张岛是我们电影圈的老朋友 同一个时代 没想到他胜费 还变得很累还是什么 突然我看到报纸他不在 他心里心里不舒服 嗯嗯 今天最后来看看 我想 慧山和张岛都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做电影也成功 做琉璃也成功 刘璃对他们是一个新的 但是两个人很用心做 嗯嗯 做得很成功 我想尤其重要是张岛的文学基础 他的文字的 对这个刘璃艺品的这个注视啊 让这个让这个艺品就更 更觉得大家能够了解 他们创作的目的 嗯 所以他他们两个都是有智慧的人 张岛现在走了 我留下慧山 而且慧山他还是继续要 带一下子弹子做 我们大家都要鼓励他 经过慧山 其实是结婚以后才是张岛 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 很辛苦的流离工房工作 两三个礼拜以前知道 状况不是很好 心里就很挂念 然后就碰到 心里很难过 他是我觉得很完美的一个人 他很有魅力 很有智慧 很有智慧 很善良 很低调 我跟他在一起 就觉得他很有气力 有点兴趣的 有点兴趣的 我可以 有点兴趣的